但有個事情很重要 各位觀眾朋友 謝教官身邊有很多 國道的交通警察的長官們 所以其實今年 我們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聽說有那一個測速網 很會攔截人家的紅包 在哪些地方我們要注意一下 那麼以往 你現在看到畫面照片 那個警察是不是拿雷射槍 對 這個我們有示範過 你剛剛看到那些固定點對不對 那是固定車速照相 警察這個是移動的對不對 所以很多朋友常常問我說 教官 你們問一下你同學 他們那個雷射槍 喜歡在哪一些地方打 以前我就告訴他三道 第一道在哪裡 在站背道 因為站背道寬敞 比直 車速你很容易無形中的加快 警方為什麼在那站背道打 因為那個地方寬敞 攔車下來比較不會有危險 你停到旁邊來比較寬 對 取締也比較安全 第一道我剛剛講的站背道 第二道在哪裡 在出隧道 出隧道的地方 對 他說人的習慣 在隧道裡面很悶 等到一出去見到光明的時候 油門就開始補了 所以他們很喜歡在 我剛剛講第二道在出隧道 第三道在哪裡 在大彎道 大彎道 對啦 因為如果很彼此的話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國道 有很多那種火腿族 卡車坐得很高 他看到對面有警車的 他無線電就會講了 對面幾K的地方有紅斑 所以說他在那個彎道一彎過來 所以說像這五隻 你要知道這五隻狼瓜 我們台灣的所有的罰單 占了26% 很多 開了上萬張 國一這個南向有沒有 第一個有沒有 國一南向這裡有一隻 那一隻就在哪裡你知道嗎 那一隻就是戰備道 戰備道 對 因為寬敞比值 大家無形中就加速了 然後再來第二隻國五北向 宜蘭投城那裡當然要抓 那個就是出隧道 對 就在出隧道 出隧道就補了 然後在土城中合成 國山這支今年 去年他本來是 你現在排在第三 對 我現在排第三 他去年跳到第一名 去年 對 去年業績那樣好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國道的速限 國山的速限是110 那到了土城往北了以後 就要時速就降為100 對 那很多人還是習慣那個110 因為我剛剛都在110 因為以前縣市警察局 像台北市 哪一隻最賺錢你知道嗎 就是重慶北路下來那一隻 因為你的習慣 都是在高速公路的習性 那你下交流道一下雜道 你也是有門口習慣 所以他好像說米利丘的腳 躲在橋墩後面 所以很多人說很不道德 你要賺錢 你最起碼光明正要站出來一點 後來那隻後來往前移一點 讓你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看得清楚還會被拍 為什麼 因為你的習慣還是在 因為你在高速公路 可能開了 開了比如說一個小時 那你一下來還是維持那個習性 油門大概就採那個重量 那很容易就中了 對 有些人開定速 真的 一下去還沒有調 這幾隻都是抓到 你的人性的那個 那個開車的習慣的弱點 對 那麼你剛剛講的說 我們國道在原來 有三隻HD的高畫質的攝影機 對 第一隻綜合交流道 觀眾朋友聽清楚了 剛剛那都是提醒 現在這是已經加裝 新的HD的攝影機 他錄的是影片 不是給他拍照 你等一下不會知道 第一隻在綜合交流道 綜合交流道 第三隻在頂進交流道 但是聽說他都是放在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對 原來有人惡作劇 國道在1月 林口那邊 1月20 就是這一陣子的事情 10幾號 那天才開張 15號開張 對 1月15號開張 在46出口 林口那個出口的看板上 有一個圓球狀的攝影機 那是HD的高畫質 現在因為我們問國道的同仁 他說他除了人工的檢視以外 他電腦可以設定 譬如跨潮花線 他可以自動擷取照片 不用人工 不要以為我們的警察同業朋友 很辛苦 沒有人可以看 現在是電腦看 一張就3000塊 3000塊飛走了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如果林口那個是一個圓球狀 那很多人就開車 一直注意看有沒有圓球 大雅那次在哪裡 在鐵架 在鐵架上 沒空 收窄 你看不到那個圓球了 在鐵架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確實很多的那種 比較擁擠的交流道 很多人他不按規定來排隊 他到了交流道口的時候 才要插隊 那個插隊造成整個車流影響 那甚至危險性 那甚至還有兩個互不讓的 就會往後就會產生B車 或是有痘瘤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說這個HD的高畫質 已經又增加了兩支 那國道公路警察的粉絲頁裡面 都會公佈 都告訴你在哪裡了 絕對公佈 公佈 然後提醒你 說你不要再貢獻 貢獻國庫了 重點是這地方真的是需要減速 才是以安全為最主要考量 並不是為了開罰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 怎麼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